我是叶聪 我是澳门中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和艺术顾问 我非常高兴能够来指挥这次 我们的音乐季的最后一场音乐会 well 因为这次是一个闭幕音乐会 所以呢我就思考了很多 怎么样就是说选到我们历史上 文学上 音乐上都非常具有意义的东西呢 我就不约而同的就想到这两个作品 一个是三国 一个是红楼 这个是四大名著当中的两部 那么正好呢我也找到 这个我们的中乐的作品当中的 有这两部的作品 那么王丽萍呢 先生在很多年前就给《红楼梦》 写了非常多的有歌也有乐队的 这么一个《红楼梦》的一个选曲的东西 我当中选了大部分 那么然后呢 现在住在香港的陈能济先生呢 他多年前呢新鲜写过一个赤笔 那大家知道赤笔这个三国当中的最有名的一个战争啊 这个以少胜多怎么样把曹操的军队打败 东吴跟那个鼠汉一起 所以呢我就把这两个作品放在这里 作为我们的一个音乐季的结束呢 希望大家呢可以听到非常有味道 而且呢有很强的对比一下想看 一个是爱情的故事 生死都相依的故事 一个是以少胜多打胜脏的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呢就是又有听头又有看头 这么一个重要的音乐会 吴碧霞呢的确是我非常喜欢合作的一个李高音 那么我跟他呢在新加坡就起码合作过两次 新加坡华乐团 那么这次把他请到澳门来呢 我想要点燃一些新的火花 虽然这个《红楼梦》他是唱过很多次 但是他还在不断地改进 不断地做一些变化 那么我先非常期望这次又跟吴碧霞在澳门合作 7月28号晚上8点 我期望在音乐厅见到你们所有 来欣赏我们的《红楼梦》 与三国当中的赤壁大战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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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